当画家比当流氓有天分 枪击犯开书画展 一笔一画勾勒出弥勒佛的线条 你很难想象 这栩栩如生的弥勒佛画像 是出自42岁枪击药犯黄银成之手 玉冲完成了几副 大袋 对 完成了几副 应该是五十副 五十副 十年前黄银成在毒品交易时 黑吃黑 枪杀对方 2004年他落网被判刑二十年 而五十岁的蓝元昌 曾名列台湾十大枪级要犯 2001年他在台中遭围捕 和警方驳火狱八百枪后 才中弹落网 入狱后他们 纷纷加入台中监狱的才艺设访 蓝元昌学习书法 一下笔有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他在狱中 更时常借由抄写佛经 让内心平静 黄银成则学习绘画 两人借由艺术重获新生 出役以后会朝这个艺术创作吗 当然有机会是最好的 没有人 这四人都一定要 地刀牙创 他画出来的法像 很褒 蛮柔的 跟以前的傻气都不敢 绰号成叫罗魔二的黄银成 更发现自己当画家 比当流氓还有天分 其实要变化 他有很多的变化 代表 他也是要变化 根深宝物会 明天开始将在大敦文化中心 为两人举办书画双人连展 这也是在兼寿行人 在兼所外举办展览的首例 动新闻台中报导